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星期四有彭程、可南、全女班 27日已經到7月尾 星期四有彭程、可南 Hello可南你好 你好 全女班又來了 打荒打不成 但焗熱就焗了很久 現在怎樣形容呢 它慢慢減弱一點 不過你知道 會經常轉來轉去 我們繼續觀察一下 不過很肯定客觀的是 天氣質素、空氣質素很差 而且很熱 你出到街上 看不清一條街的 那裡好像有一層灰 一層灰 一層灰 對 然後看一看 原來那個空氣 污染指數很高 很厲害 真的 所以走出去 感覺都很辛苦 我也因為這個原因 昨天 不如去游泳 不如去游泳 捉著這個 下日 不是下日 應該是這樣說 捉著這個 颱風的尾巴 希望它不會轉差的時候 打算出去 但很熱 昨天去到的時候 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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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說得很對 但因為泳池是室外的 我去到的時候 救生員跟我說 他說 35度 我知道 他說不是室外氣溫35度 是水35度 然後我說 不是嗎 其實泳池只有我 和另一個伯伯 因為他在一些輔所 然後伯伯說 厲害 你現在下去游 那我也來到 我換衣服 難道我不去嗎 怕你覺得太熱 太熱 焗 其實真的焗 因為你打算跳下水 有一種清涼的感覺 我想這是大家打算去長泳的 其中一個目的 是不是剛剛 可南 誰知道 就真的下水很熱 真的熱 多重享受 你好像在浸溫泉一樣 溫泉 那個溫泉寫35度 我完全沒有溫泉的感覺 我感覺到好像 真的好像在沖一個暖水涼 都不是熱 是熱 所以 真的比較焗 那個救生員都說 你不要游得太快 對 不要游那麼久 對 好像你浸溫泉 十幾分鐘 你要上水 對 所以 慢慢游 畢竟很久沒有去游水 我想像 我那個朋友 他大肚的時候 經常跟我說 回到家 只要拿個花灑 淋住自己的肚子 所以 我一想 過溫 對 我一想 就想起來 這段時間 是 體溫比較高 我都很想游泳 你喜歡我 我都很想去游泳 不過 要選一些室內泳池 經常都說想去沙灘 曬一下 個人都開心 曬太陽是OK的 不過水真的熱 沒辦法 我想海灘應該好一點 應該也是吧 好少少吧 但有很多人 你一去海灘 感動的天氣 哇 人頭湧湧 你都找不到位置下水 對 對 我想游泳 游泳叫大家 小心中暑 以前好像開玩笑 對嗎 對 還有游泳 還有中暑 對 現在真的不是開玩笑 隨時可能有這些情況出現 所以大家都小心 小心 對 自己去游泳 可能也帶小朋友去游泳 要多加留意這些 要照顧小朋友 其實也不容易 但什麼時候做媽媽呢 都是一個 大家可能都會 如果結婚打算有嬰兒的時候 都可能會有思考的問題 所以這個思考的問題 最近在網上都經常被人討論 今晚我們 趁著全女班 我們這個女性的節目 和大家一起說一下 其實都 好嗎 是啊 我自己那時候就很簡單 真的小時候 自己在心裡定了一個目標 給自己 二十歲結婚 二十五歲生小朋友 然後又真的很順理成章 又真的巧在那個時候 之後有了 然後又結婚 真的二十五歲出生 我的兒子在那裡 然後 那時候為什麼會這樣計算呢 因為我自己是喜歡小朋友的 所以我那時候是計算到 二十四五歲結婚 又不會太遲 又不會太早 然後 之後就生了小朋友 如果我照顧他幾多歲 之後我當時就幾多歲 之後 也不算太老 那時候是有這個感覺 有這個想法 是 譬如當我兒子 我二十五歲生他 就是說我兒子十五歲 我就四十歲 我又覺得 那不錯啊 四十歲 再補养得好些 我帶著他出去的時候 小朋友 對 挺好 不要差得太遠 或者一看就知道 這個你媽媽 那些 譬如我小時候和我媽媽出街 別人都會說 這個你妹妹 這個你姐姐 這樣 媽媽聽到當然開心 很開心 對 自己不開心 對 所以我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而且那時候本來 也有想著生多幾個 可能就 然後我就不會隔三年左右 兩三年就再生多一個 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那時候是有計算 究竟我是可以生多一個 那樣的 你還未封肚 是不是你繼續 還未 對 這個隨緣 但是 我也想不到自己會 然後就分開 然後都單獨了很長時間 會不會遇到一個好人 其實那時候都會很擔心 因為養個小朋友就不容易 然後再加上 我帶著兒子的時候 是兒子三歲 然後又沒有金融支援的時候 就帶著他 其實是 叫做咬緊牙筋 咬緊牙筋 然後之後 怎樣都要盡力 這樣去做 所以 也好在 叫做自己是更年輕 我帶著兒子三歲 即是我二十八歲 那二十八歲 還是年輕 可以做多些事情 多些嘗試 機會也可能會多些 才可以 叫做 給我順利帶著兒子 因為反過來 好像我媽媽那時候失婚 她那時候好像剛剛四張 總之她是很徬徨 很擔心 而且她是很灰 因為她覺得 我已經四張東西了 然後才來分開 那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而且她一向都是家庭最苦 其實我之前也是 全職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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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了 是明白的 真的 是啊 所以就二十多歲 也做得到之前的人經常說 有兒子趁亂生 正正也是這些在網上 大家一起討論早生是否開心呢 剛才你的分享 其實和這次在這條題裡跟大家分享的那個人 其實都是差不多 他也是二十多歲左右就壞人 他和你的感覺都是一樣的 他十五歲的時候 我才可能是三十多歲 二十歲的時候我才四十多歲 我就早點脫身 生活上或者經濟上 如果是二十年之後 就可以早點恢復自由 但是與此同時 其實在這個年紀 生了嬰兒的時候 當然過二十年之後 你就可以早脫身 但是人家個個還在做事 在他們事業在拼搏的時候 可能你就會犧牲了那段時間 正所謂犧牲了那段時間 來照顧家庭 那時候他去玩去旅行 你就在家裡會不會很困身呢 這些都是其中一些 我想是很正常的討論 對嗎 對 我覺得這個是最實在的 大家要想的事情 對 對 我有個朋友也是 我想他在我們朋友當中 他剛才叫做早生嬰兒結婚的 他應該是二十二三二三二四歲 二十三四歲 我忘記了 總之由中學拍拖到大學 然後結婚 他今年還未教五十歲 兒子二十七歲 女兒還在讀大學 不過也差不多讀完 很棒 我覺得很棒 很棒 對 正如你剛才所說的 他真的和我兒子又高大 對 很英俊 而且兒子也很高 沒錯 走出來就覺得 男朋友 沒錯 你小鮮肉 對 對 完全一些違和感都沒有 不過也是真的 因為他自己本身很喜歡做演出 之前也是做過一些舞台劇 不過他後來去了外國生活 所以他轉型 他自己 再讀書 考了一個會計師牌 一方面 當然你知道外國是地方生活 要照顧家 然後就要繼續讀書 然後要上班要工作 又要照顧孩子 是辛苦的 那段時間 但是也很幸運 我想可能去了外國生活 比他更加多磨練 因為沒有人幫他 真的 你知道香港請什麼陪月 請工人相對比較容易 是的 外國是不流行這些 每個人都親力親為 但是外國的配套也好一點 就是 你說托兒那些 是嗎 不是 不過空間大一些 空間大一些 沒有香港那麼緊急 香港是繁忙到你一天 一定 譬如我設計有六件事 我們已經完成那六件事 但是總之你離開香港 你去哪個地方都好 其實這個節奏到時 舒服一下 我們在加拿大 其實可能一天 我們是做一件事 或者兩件事 每天做一件事 今天就是去超市買東西 然後你就會 因為他們日間的時間 又比較短 就是有Sunlight的時間 他們天黑得比較早 冬天 然後出去 然後可能在外面 先吃一點東西 然後再去超市 你知道超市又大 你要走 走半天 走了半天 買了很多東西 我們一買就買一大堆東西 然後回到家 然後你倒閉上架 然後很久又到dinner time 然後就煮完東西 那就完了 這些東西是因為距離又遠 我們開車去超市 可能已經半個小時 所以時間會很寬鬆 然後你又不要那麼驅促 環境又沒有那麼壓迫的時候 其實我又覺得在那裡照顧小朋友 就算沒有工人也好 其實是OK的 是 說到尾都是年紀的問題 就是今次這個做法 到底這個選擇 到底是好一點 還是不好一點 畢竟你年輕的時候 你就犧牲了自己個人的時間 困身一點 可能你的職業 可能你又要放低一點點 而且老實說 那個人又未必真的那麼成熟一點 這個我同意 是的 做媽媽就真的未必說 每樣東西都 是不是很懂得教她 或者其實自己都在學做人 是的 做媽媽真的要學的 很老實說 做了媽媽之後才學 你就算看多少書都好 你覺得 為什麼生完出來之後 好像每樣東西都控制不到 是的 小時候可能 好像你說 自己都在學做人的時候 突然多了一重這樣的身份 就未必那麼容易適應了 是的 但是你身體的恢復 當然當然好一點 這些不用說 是的 是的 嬰兒的健康也會相對好一點 好一點 一些奇難雜症 可能真的會少一點 質素是相對比較高一點 但是你想想香港現在 大部分 什麼 初婚的年齡 三十多歲 不知道 我們就全球生嬰兒 是第一名的 由美數上頭 我們就沒有人肯生孩子 不知道每個女人生0.8個 結婚就退遲遲生育了 但是遲生育不是說沒有好處 是不是 為什麼 不是說客觀環境可能逼到你來 你有沒有發覺 有時候在公眾地方 尤其是公園 我記得我以前 小時候照顧小朋友的時候 年紀大的那些媽媽 他們那種做媽媽 做得相對比較治癒的幸福感受 我覺得好像多 我試過有一次在公園跟媽媽聊天 我告訴我她不知三十六歲才生嬰兒 她說是呀 我們等了很久 其實都 好像現在我生兒子 是呀 她說她第一胎 她說很開心 她覺得原來做媽媽 給她的滿足感是很大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是完全一點 即是很完整 那樣東西 作為一個女性 嗯 相對成熟度 可能她自己也經歷了很多 很多不同的人生的階段 去到光下又成熟了 那所以就 變成做這個位 又覺得 多了一些重身份 就會比較容易一些去處理 只不過可能她就 對 或者要在財政上面 老實說 你早生BB 你可能又困身一些 可能你犧牲的事業又早一些 那你那個事業的發展 可能又自己想嘗試去追夢的東西 又可能 不行了 我不追著了 放在家庭那裡多一些 但是你遲生的話 那你就 是的 犧牲了可能只不過是你的 就是 遲生 當然了 那個遲生的風險都很大 但是你可以在事業上的發展 又可以做 是不是 好一點 你可以試多些東西 或者你的成就 是的 相對又可能 是的 高一點 是的 但是你成熟一點 譬如我自己 現在正正經歷了兩個部分 是的 第一次去做媽媽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認識 到現在 即是說兒子雖然是12歲 然後我要教他 其實都遇到很多阻力 看到他很多變化 譬如開始反叛 然後之後我要怎樣去處理 其實我都覺得自己是處理得不好的 嗯 但是反過來 由 就是 開始 第一次去照顧Eugene 由BB一直這樣做的時候 到現在再照顧小B 那就會好像有經驗了 也知道了 他這個時候他需要這些 那個人是淡定一些 還有會懂得 有信心去處理他多一些 嗯 所以我覺得小朋友 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需要 然後之後我們又好像要和他鬥志鬥力 那 其實無非都是希望 我自己生兒子 我都會經常覺得 我生了兒子 好像一出生就倒數著他 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開始要離開家 然後之後 要放走的 12歲了 我都經常跟他說 我是不停跟他強調 其實你都快要離開家了 你不要再覺得媽媽你很煩 又要餓 又叫我起床 又要做功課 又要什麼 我會說 遲些是沒有人會提你這些 現在我去餓你 去提你 是想你去訓練好 你自己有這個習慣 比如說家裡有工人 那你自己不會有工人的時候 你會不會治理呢 我會說 床鋪摘一下也好 要幫忙做家務也要 你也要懂得掃一下 三行幫忙洗碗 也要做家務的訓練 所以是 即覺有難處 經驗就多了 正如你剛才所說 兩邊你都經驗過了 年輕一點做媽媽 到現在這個階段 再加上自己的經驗 可能又不同了 但體力上是很明顯的 我相信是真的 不用說了 這些是吧 年輕一定是好一點的 是吧 但你年輕一點的時候 那個體力 又可能會放在你工作的很多 反過來又可能真的 因為之前 努力一點的時候 自己現在經濟 那樣東西 就可能是好一點的時候 你反而是可以 真的花多一點時間 真的賠個B 而之前就真的好像 或者想著工作 大小子要假首於人 即是要交給工人去照顧 其實也很大問題 如果你交給工人照顧的時候 始終他不是你親人 他不會教他的 一定的 一定的 教育這些東西 就不能假首於工人 以及假首於其他人 但當時 你想想現在香港人 很多人的工作時間 其實真的很長 很長 如果是Single Parent的話 我只有一個人 只有一對手 我要做這麼多事情 然後我是早上 我那時候堅持送他上學 早上一定送他上學 送完他上學 然後我就開始工作了 工作回來的時候 其實可能我晚上10點 睡覺了 其實沒什麼時間見到他 所以你說年輕一點的時候 你又要遇到這些狀況 即是說我又要工作 又要照顧家 那你很明顯 體力上 就好很多 你就算要分身 至少你自己也有體育 但是分立了小朋友 我的意思也是 因為你要工作 一定可能要犧牲了時間 但可能反過來 你又會懂得利用 時間管理 我講時間管理 你又會好一點點 但你年紀大一點時候 你又要寄兼顧家庭 又要照顧小孩 你的體力上 如果單是說體力的話 你肯定就沒有那麼容易 應付得好一點 所以我想除了錢之外 當然大家都會覺得 三嬰兒要花很多錢 年輕一點的時候 都沒有儲這麼多錢 我怎麼能夠養小孩子 是一種取捨 基本上都真的沒辦法 好像有個兩難一樣 是的 當然你說遲生 你又享受到很多成熟度 財政上的事情 可能就是她年紀 寶寶成長再大一點 她二十歲的時候 可能你年紀又再大一點 那你就要繼續把握把勁 令自己更加健康 希望都可以看著她 陪著她久一點 所以 我也會和自己說 這個也是一個學習的階段 都是我們成長做人的一個經歷 怎樣也好我們都沒有遇遇過 但是自己行不行呢 不知道 但是當你有這個任務 你作為一個父母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是上天給我們的一個經歷 和一個考驗 當然了 生育是很個人選擇 當有很多人選擇不生育的同時 都有很多理由 但是你要選擇生育 也要考慮很多事情 當然了 很明白的 現實世界真的是這樣 錢是很重要 很現實 打我有沒有錢 那一個小孩 是第一要想的 但是錢以外 其實真的要再想想 全盤還有其他事情 是真的要去仔細考慮 所以不要說遲 不要說早 老實說 總之你選了 是那些 就是那個時候 首先你要有先 是嗎 上天給你的禮物都很珍貴 是 那你去到那個階段 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有好或者有不好 真的自己去想清楚的時候 想清楚這幾點去衡量 就作出這個這麼重要的決定 好了 這個時間 我們休息一會 聽一下這首歌 她可能是女兒的話 你是爸爸的開心 因為她是你的前世情人 是的 周杰倫的前世情人 沒錯 回來之後 我們香港台再見大家 全女班 全後見 再見